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纸一风采,折纸灵感的餐桌布景 二,复古相机,怀旧餐桌的摄影之旅 三,镜面奇遇,反射效果的餐桌设计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纸一风采,折纸灵感的餐桌布景 当然,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将古老艺术与现代餐桌礼仪相结合的迷人世界 首先,我们得承认,折纸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起源于中国 后来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 它不仅仅是儿童的游戏,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达 一种无声的诗,一种可以触摸的魔法 现在,想象一下这种魔法在你的餐桌上缓缓展开 每一次折叠都是对食物的一次致敬 每一次转角都是对味觉的一次期待 想象一下,你的客人走进餐厅,眼前是一排排精心折叠的纸一作品 它们不仅仅是装饰,它们是对话的开端,是冰魄的一瞬 你的餐桌上可能会有一只纸鹤,优雅地守护着筷子 或者是一朵纸花,巧妙地承托着餐巾 这些都不是随意的选择,它们是对食物的预兆,是对场合的尊重 但是,折纸在餐桌上的应用并不是没有挑战的 首先,你得确保你的旨意作品不会在面对热蒸气的时候投降 变成一团不成心的纸团 其次,你得保证在你的客人试图解开这个纸上迷宫时 不会因为过于复杂的折叠而感到沮丧 毕竟,我们的目的是增添乐趣 而不是开设一个现场的折纸素承办 有趣的是,折纸的餐桌不仅可以反映出宴会的主题 比如,如果是海洋主题的晚宴 你的餐桌上可能会出现一群纸质的海豚和海星 它们在盘子和酒杯之间跳跃 如果是圣诞节,那么纸质的圣诞树和小雪人可能会在你的餐桌上欢快地摇摆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 折纸餐桌不仅也是一种环保的选择 在这个一次性塑料泛滥的时代 选择可回收的纸张来装饰你的餐桌 无疑是对地球的一次温柔拥抱 所以,下次当你准备一场晚宴时 不妨让折纸艺术加入你的餐桌 让它们成为美式的前奏 让它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 只是别忘了 在你的客人着迷于你的旨意作品时 提醒他们,那些精美的小东西是用来欣赏的 不是用来吃的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复古相机,怀旧餐桌的摄影之旅 各位摄影爱好者 历史迷和怀旧情怀的拥护者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 回到那个数码相机还未问世 自拍还不是每日必休课的年代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张布满灰尘的怀旧餐桌 上面放着一台复古相机 这不仅仅是一件摄影工具 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 复古相机 它的身躯可能由坚固的金属构成 或许镶嵌着皮革 给人一种沉稳而优雅的感觉 它的镜头不像现代相机那样可以随意变换 但每一次旋转对焦环 都像是在和历史对话 它没有数码屏幕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取景器 与世界对望的纯粹体验 复古相机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的外观 更在于它的操作过程 想象一下 在餐桌上拿起这样一台相机 你需要手动调整快门速度 光圈大小 甚至在拍摄前还要手动装上胶卷 每一次快门按下 都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 那是机械运作的乐章 也是时间定格的瞬间 现在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某个怀旧的餐桌上 一位老摄影师拿出了 他珍藏的复古相机 准备给年轻的智能手机 一戴上一刻 他精心地装上胶卷 调整好设置 然后对着一盘色相味俱全的烤机 按下快门 然而 当他满怀期待地去冲洗胶卷时 却发现自己忘记了摘掉镜头盖 这位老摄影师笑着对年轻人说 在你们的时代删出一张照片 只需轻轻一点 而在我的时代 一次失误就意味着一整卷的空白 复古相机不仅仅是拍照的工具 它教会我们耐心和专注 在数码时代 我们习惯了快速拍摄和及时回放 但复古相机却要求我们 在每一次快门按下之前 都要深思熟虑 它让我们懂得 摄影不只是捕捉画面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手中拿的是一台复古相机 你会如何记录眼前的美食 和温馨的时刻 也许 那将是一次全新的摄影之旅 一次怀旧餐桌上的美好回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镜面奇遇 反射效果的餐桌设计 各位亲爱的饕贴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让人眼花缭乱 可能让你在想用美食 十分不清楚是真是假的话题 那就是镜面奇遇 反射效果的餐桌设计 首先 我们的承认 餐桌不仅仅是一个用餐的地方 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一个艺术的展示台 更是一个社交的舞台 而当设计师们将镜面效果 融入餐桌设计时 这个舞台就变得更加奇幻和多维了 想象一下 一张表面如镜的餐桌 它能够反射出餐具 食物 甚至是用餐者的微笑 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体验 当你低头品尝 那美味的蘑菇炖肉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和蘑菇融微一体 这种奇妙的错觉 不禁让人会心一笑 但是 镜面餐桌也有它的挑战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位喜欢穿着宽松衣物的人 那么 在这样的餐桌前用餐 可能就要小心你的衣服 不要成为餐桌上的新彩色 同时 对于那些有洁癖的朋友来说 镜面餐桌上的每一个指纹 水字 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噩梦 当然 镜面餐桌也是一个绝佳的话题发动机 想象一下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 当大家围坐在这样一张餐桌前 反射出的光影和影像 会成为大家谈笑丰盛的素材 这时 餐桌不仅仅是一个用餐的地方 它更是一个 让人们分享故事 增进感情的魔法盒子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镜面餐桌在设计上的创新 它挑战了我们 对于传统餐桌的认知 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物件 转化为一件件艺术品 这正是设计的魅力所在 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平凡 甚至在某些时刻 让我们拥有一次穿越镜面的奇遇 总结来说 植衣风采 复古相机和镜面奇遇 都是将古老的艺术 和现代餐桌礼仪 相结合的独特方式 折纸艺术 在餐桌上 展示了对食物和场合的尊重 复古相机教会了我们耐心和专注 镜面餐桌则创造了 奇妙的视觉效果和社交互动 这些设计不仅仅是装饰 更是带来乐趣和创新的方式 因此 我鼓励大家 在设计自己的餐桌时 可以尝试这些有趣的元素 让用餐过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有了这些设计 你的用餐将不再单调乏味 而是一次充满惊喜和艺术气息的体验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会选择哪种设计来装饰自己的餐桌 你认为这些设计会对用餐体验有何影响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